今天呢我找了四个比较厉害的一个绘图工具 那它跟Mijini呢很像 不用下载啊我们也不用安装 就可以免费试用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Mijini的话 那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那今天我会给出同样的提示词 来给这四个绘图工具进行一个生图 我们看看它们的能力如何 那同时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测评呢 去选出一个你喜欢的工具 并把它收藏起来了以后 来帮助你创作 在开始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油AI技术学堂 那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分享一些AI工具 以及AI如何做视频 AI如何让我们的工作更轻松 那并且来用AI来帮我们变现 如果你对AI也感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相信都比较熟悉一个Mijini吧 那这个Mijini呢它在图片生成工具里面 Mijini应该算是排第一了 也可以叫做一个龙头老大 第一是因为它出现的比较早 第二确实因为它生成图片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棒 而且细节非常的到位 前期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了它 Mijini它的一个画质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生成图片的 那几乎是一次性呢 就能生成出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效果 但是唯一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那么就是它需要付费 并且付的是美金 可以看到一个基础计划 就是每月30刀 很多朋友可能想用 但是呢 需要把我们本地的一个钱呢 给它转成一个美金 还要进行中间的一系列的操作 所以让我们很多小伙伴呢 最后还是选择放弃 那如果实在想用的朋友呢 也可以选择一个便宜合租 国内的小伙伴呢 它也能用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 Mijini官网的一些图片 效果呢 都非常的棒啊 就可以看 那这个玫瑰花 它的细节啊 真的渲染得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 是一个风景图 这个呢 是一个线稿啊 真的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到位 用Mijini的话 不管你是想做一个风景图也好 人物也好 你看这幅图呢 充满了一个想象力 那Mijini呢 它推出很多版本 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物呢 你可以选择用V6啊 你要像这种 你可以选择一个V6版本 生成出来的效果呢 非常的棒 这个简直就是细节拉满啊 这个美女 这个特别的有创意啊 一个小鸟 它的衣服啊 它的毛呢 全是用一些叶子树叶制作的 OK Mijini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看 我们的第一款绘图APP 那第一个绘图工具呢 它的名字呢 Lessica 我们登录进来 就直接来了 它的一个首页 那可以看到 它制作的图片呢 也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的 不管你想做什么风格的 一个写实风的 一个动漫风格的啊 包括一个风景的 各种风格啊 这种经过一个渲染的啊 这里还有一个草图的这种 那这个美女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如果说你想了解 它的一个提示词啊 或者看它的风格 那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放大 那这个同样的提示词呢 它这下面呢 也有不同的一个风格 如果说你喜欢这张图片 你想制作跟它一样的图片 那你可以直接复制 这上面的提示词啊 直接复制链铁啊 这里可以copy啊 一个复制它的一个plant 那这里还有一个动漫风格的啊 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同样呢 也是有一个 猫头人生的一个效果 这还有一个比较远一点的 现在真的绘图非常的厉害了 那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看一下 怎么操作 SK呢 它操作起来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最顶上这里呢 点这个按钮啊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的一个提示语 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 我给的一个提示语 就是一个蓝色的狐狸 来拥有透明的翅膀 在夜晚的森林中飞行 那这里呢 我直接复制 把这个提示语 给它粘贴到这里面 那后面的每一个绘图软件呢 我都用同样的提示词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输入你不想要的 这里呢 是一个它尺寸的大小 你可以把它拉长 你想要一个什么尺寸 你可以这里进行一个选择 直接点这个ZeniteRate生成 那它一次性呢 生成出来了四张图片啊 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一只狐狸呢 有一个发光的翅膀在森林里面 有点搞笑啊 它生成出来了 后面有三只脚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那这个正常一点啊 这个效果还可以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那再看一下这一张 也还是不错 这张效果非常的明显啊 这个翅膀发光 这张肌肤是比较完美的 那它肌肤是完全理解了我们的意思啊 一只福利 有一双发光的翅膀在森林里面飞行 这个图片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如果喜欢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一个下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进入的第二款工具 那这款工具 它的名字叫GetMGAI 那可以看到它的能力在哪里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不管是一个风景 那还是一个动物啊 它的这个效果都非常的不错啊 你看这个猫 还有这个美女啊 它的一个打光啊 一个光线 那它除了将文本变成一个图片呢 它也可以把图片增成到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试试啊 链接我都会放在描述栏啊 它可以将图像转换为四秒的一个视频 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四个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它除了绘图呢 还有其他好几个功能啊 这下面还有AI画布 还有一些无限的创造力啊 这个梦幻展台啊 整了非常多功能的一个AI 那我们就点这里开始免费创作啊 这需要先登录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担贴一个提示语啊 我们把提示语担贴到这里 我这边先翻译一下 OK 那它这里面可编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分辨率 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比例 啊 这可以选择一个图像的张数啊 你要几张啊 要四张你就选四张 OK我们点击这个生成 哈哈 来我们看一下 速度还是蛮快的 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 这里是出现了两只吗 翅膀在哪里 我就不知道了 没看见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这张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我说的是在夜空中飞行啊 它是在陆地上走 但是这个细节还是蛮到位的啊 这个发光的翅膀啊 它是带点动漫风格的啊 这个呢 快飞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订阅计划 那这个getmgai的话 那它每月是有一百个积分的啊 就相当于可以生成一百张免费的图片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点图的话 一天生成个三五张呢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 那它同样也是可以 由一个图像到图像 或者文本到图像啊 这里还有一个音频啊 这里视频啊 即将推出 可以我们下面可以简单看一下 它生成出来的 这是一个太空人啊 这个是一个看不懂 这是什么 这个图片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细节还是蛮到位的 那在我们只需要直接粘贴 它的一个提示语啊 点击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那同样还是把我们刚才的 这个提示语给它粘贴过来 点击这个生成 那它一次生成出来 是一张啊 速度也挺快的 一下子就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一只发光的福利 在森林里面飞行 这只福利倒是画得非常的不错啊 这个翅膀也还可以 那就是没飞起来 它一次生成 只给我生成了一张 接下来跳到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两边有很多可以调节的 这里也有一个模型 刚才应该是反扭V5的一个模型 我们选择一个V4的生成出来看一下 那我这给的提示语还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没有编辑啊 这会我编辑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这里就给它一个福利的脚不要落地 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花的一个学分啊 每次扣多少 这个也是可以免费用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的剩余的一个学分还有9.01学分 但是这里只需要每次0.99学分啊 这应该是给我们生成好几张图片了 那这边尺寸可以调节一下 那么它每次只能生成一张图片啊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生成 那可以看到 这个是小鱼儿之前生成的一个效果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APP它做出来的图片 效果还是不错的 应该没有太多人使用它 那可以看到啊 这种风格我还是蛮喜欢的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 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我应该怎么说 花光的福利 其实它整个福利画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翅膀也还可以 这个脚是什么情况呢 多了这么多只脚出来啊 这个福利变成了八只脚的狐狸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下面描述栏有链接 这只狐狸它虽然没飞起来 至少它还是一只正常的狐狸 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一个绘画转件 那这个APP呢 它的名字叫Playground 那我们进来就会来到它的一个官方首页 这个APP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光看它的展示的这些图片 就已经觉得它非常的厉害了 这个草莓真的 这个草莓效果非常的不错 盘比蜜金里了 跟蜜金里有得一拼了 这个美女我们点开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到位啊 那这里除了它的一个侧面呢 可以看到这里啊 这还有一个正面的 哦 这个效果真的已经赶上了蜜金里了 大家一定要来试试 这边你看它也有一些提示语 这个绘图转件它画人的画得比较多 那这个美女看一下 哦 它是一个蓝色的眼睛 这边有它的一个提示语啊 想要直接画出这种感觉的啊 直接复制它的这个提示语就可以了 当然呢 你也要想创新一下 那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描述 描述词 那这下面呢 可以含有不同的几种风格 那有点迫不及待了 我们直接来试一试吧 看它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给我们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上面这个按钮 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做图的页面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其实也非常多可以调整的 它两边都有一些 可以修改 可以调节的一些页面 它的功能越多的话 相信我觉得对我们做图越有利 那这里就直接输入我们刚才的这个提示语 一只蓝色的狐狸拥有透明的翅膀 在夜晚的森林中飞行 这个飞行导致了好多绘图软件 它们都已经踩的坑了 它飞不起来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它能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效果 那这个是我刚才生成了一遍的 接下来我再带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 这里它有一个风格的选择 这里有风格的选择 你想要什么风格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选什么风格 我选了一个逼真的一个照片 那你如果说想要从图像中排出什么 它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没有 第二个是习惯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 那你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修改 那这里我就不给它任何的一个 想要排除的 我看看它的一个能力在哪里 那我就直接选没有吧 OK 我们就让它自由发挥 那这边呢 选择一个模型 那我们就选择它最新的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尺寸 那这里速度你可以选择一个快 也可以选择一个高品质 我们就选择一个正常的吧 你要画几张 我再让它画四张吧 OK 直接点这个生成 哦已经出来了 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那这张图里是正常了 翅膀也有 就发光 这张呢稍微好一点 你多出来了一只脚 那这张还行哈 飞起来了至少啊 它这个翅膀也带发点光 这张直接没有飞起来 那希望介绍的这几个绘图软件呢 能给大家带来点帮助 那能够让我们在绘图之中呢 找到一些灵感 这让我再分别展示一下 它们做图的一个效果 大家自行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这个是Limer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是GetM&GAI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呢 是Next Cut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么你更喜欢哪一个绘图工具呢 那伙伴们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 能够帮你挑选到一个 你满意的绘图工具 那还有一些没有使用过M&GAI绘图的伙伴们 可能也好奇 那么M&GAI它的一个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这里肯定要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M&GAI的一个效果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M&GAI一次性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今天的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所有的工具我都会放在描述栏 喜欢小鱼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的AI知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谢谢大家